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的是醫食同源編和 我們要講的是黑椒糖 一般來說,我們平時經常都會用開 可能蜜糖、楓葉糖漿、玉米糖漿 那黑椒糖究竟是什麼呢? 聽過很有營養的 還有食療功效 袁醫生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英文我們叫做Black Strap Molasses 那就是黑椒糖 顧名思義是一種黑色的糖漿 通常是我們提煉那個蔗糖 或者葡萄或者紅菜頭過程裏做出來的 那它原產地是加納比海 那在過去數百年來 一直都是有輸入其他國家包括美國 那黑椒糖我叫Black Strap Molasses 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糖漿一種的 那通常是主要都是在我們提煉的蔗糖的時候 就是提煉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說是第三層 就是我們那個蒸發的時候 是第三層的蔗糖那裏 那當然它留下來的 是一種很濃縮的副產品 那在淨下來的那些 就是提煉了 那其他一些就做過蔗白糖 那在營養方面 黑椒糖是一種屬於 鹼化的鹼性的食物的補充劑來的 那幫我們身體維持 我們一個酸鹼的 正確的酸鹼的平衡 那也是黑椒糖 也是一個礦物鹽的來源 包括盲、銅、鐵、鈣、鈣、甲 黑椒糖本身也都含有大量的維他命B6 西、西、西維尼、 除此之外 它那個是可以說鐵、鑊、 菇、molidin、酸、鱗、 pamphotanic acid 就是一种维他命的一种 B的维他命E 还有inocidol inocidol就是一种B杂的一种 通常我们运用黑椒糖 是作为一种血的补充剂 因为它的抗物盐这么丰富 营养这么丰富 还有它可以说是一种简化的食物 就是一种补充的食物 作用是简化我们的身体 好了 通常你在市面买得到是一瓶装的 看上去就黑黏黏稠稠的黑色 有些是用硫磺分裂 为什么很多的产品用硫磺呢 就是一种简单的保持剂 但也有些是说明天然是没有的 只不过就这样提炼出来的 那在我们的应用方面 我说是这种 是属于一种比较健康的糖分 就是Sweetener那些 因为含有很大量的多种的抗物盐 所以是可以增进我们的健康 那在那个提炼过程里面 我曾经所说的 它是第三度的蒸馏主副 做提炼出来的 那在最后那里 我们的铁的水平 可以增加到5% 那么多的 所以为什么一层一层这样 蒸发了就作为借糖 那些白色的借糖 或者是黄糖 那剩下来下面那一层 其实就是充满抗物盐 营养很高的那些糖漿 那可以这么说 曾经说 它是几百年前 即十六世纪 那段时间 在西印度群洞 已经开始进入了 去美国的 那当时在美国 当然在英国统治的美国 那它也有一个关税 叫做Molassus Act 1733年 那它当时是征收一个 很高的入口税 那但当时很多的 美国的殖民地 都不会付这笔这样的钱 好了 那可以直到1880年的时候 这些黑椒糖 可以说在美国来说 是一个挺受欢迎的糖漿 那因为它们是便宜一点 而且味道也好一点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白糖的价钱 是跌得很厉害的 那很多美国人就开始 就转做 就由黑椒糖 就转做用那些白糖 一粒粒的白糖 那今时今日 现在的黑椒糖的价钱 是可以这么说 是差不多一般白糖的两倍的 那当然了 就是它的营养 是当然跟白糖 白糖是跟它没得比的 那我们在应用方面 我们用时会用一些黑椒糖 去制造的那些 乱酒 也有酒精 和酵母 那在院时来说 制造的黑椒糖的国家 包括印度 台湾 泰国 菲律宾 巴西 其实美国本身都有做的 那一般的健康的营养成分 黑椒糖含的概量是多过一杯牛奶 它含有铁质是多过五只鸡蛋 而且它含有很多维他命B 那亦都是可以说 是一个电价碳水不含物 和抗物质的很好的来源 那我通常就用来增强我们那个免疫系统 就是预防那个扁头痛 亦都可以中和我们高血压的问题 那亦都令到帮助我们健康的心脏 帮助我们维持一个好的牙齿 减轻我们的关节 那些僵筋的关节 和原来和暗瘡都一样那么好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制造的那些食物方面 比如那些豆类 那些焗的那些豆 还有那些姜面包 Ginger bread 里面 有时候你看到也有加了这样东西 那你看到这个颜色就令到食物的颜色 就比较上就暗了深一点 那就是说 黑椒糖是一种 是一种煮那个制作那个Bakery 烘的那个糕饼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添加剂来的 袁医生啊 那你可不可以讲下 黑椒糖的形容和它有什么疗效啊 那首先呢黑椒糖是一种碱化 即碱性的食物的补充剂 那帮助身体维续一个正确的酸碱的平衡 那大家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要微碱的 那现在大部分的文明食物呢 都会令到我们酸化我们身体的血液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也需要进食多一些碱性的食物啦 那譬如我一般来说 很多的蔬菜类啦 那但是呢 这个呢 这个黑椒糖呢 也是一种碱性的食物来的 那第二呢 就是帮助我们那个平衡 我们那个 因为那个铁不足的贫血 嗯 那很多 痕经的女性啊 或者是暴雨的女性呢 很多时候呢 那个铁质的水平会比较低的 那当然呢 会导致个人比较容易疲劳啦 那这个一个可以这么说呢 一种一种对付那个贫血的 一种的补充食物来的 那当然啦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因为受伤啊 或者开刀啊 或者大量的鸡血呢 导致那个失血过多的 那这个呢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预防的贫血啦 那在骨骆方面啦 那我们身体的那个 黑椒糖呢 是供应我们身体每日的营养 帮助我们那个骨骆健康 和那个坚强的 那松茸通常呢 因为有铁质啦 钙啦 甲啦 尾啦 猛啦 还有铜的 那这些的 那这些的矿物炎呢 是大大可以减低我们 我们骨骆松疏的那个 那个毛病的 嗯 好了 钙方面啦 原来呢 那个黑椒糖呢 是一个很好的钙的来源 和刚才所说的呢 其实原来的黑椒糖的钙呢 是多于喝一杯牛奶那样多的 那 我们知道呢 钙是帮助我们维持一个骨骆和牙齿的健康啦 那也都可以预防呢 和治疗的那个骨骆松疏啦 那可以加强我们那个骨骆的密度啦 是 也都可以减低我们那个 因为年纪老化的出现的骨骆的流失啦 那是一个那个 就是币经的 或者是女性来说呢 或者可能因为雷风湿这种的问题啦 那其实我们的用量其实很少的 只需要每日呢 大概是两个茶匙啦 那就已经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钙的12% 每日的钙的需要 只不过两茶匙就够啦 好了 在处理癌症方面呢 我们发现呢 那黑椒糖呢 是可以补充我们的血的质素 是癌症的病的问题啦 那因为呢 它是黑椒糖那个 有丰富的铁啊 钙啊 和其他的矿物炎来的 那原来黑椒糖本身呢 也都可以减低我们腸癌 结腸癌的风险的 那也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 有些癌症呢 就是再复发 或者扩散的 那当然啦 如果有些人呢 就是处理癌症的病人呢 可能用了一些化疗啦 那我们黑椒糖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种补充血液的 对这类的病人的 补充血液的 一种补品来的 那帮助我们呢 就是 从那个化疗的副作用呢 是早点呢 是康复回来的 那因为它会帮助 病人的 胃口啦 是 是 疯血问题啦 还有你知道啦 很多的头发会脱啦 高人疲啦 恶心啊 吐啊 还有那个 体重的 骚降啊 承水抑郁啊 这些 那这些很多时候是一个 做那个化疗的副作用来的 那 那还有方面呢 就是可以帮助便秘这个问题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治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氯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 《治疗法与你》继续今天的题目 《医食同源篇》 黑椒糖 那刚才袁医生你提到 黑椒糖有很多功效的哦 那还有什么呢 那在黑椒糖方面呢 我们因为它的矿物质很丰富啦 那你知不知道呢 当我们的身体的铜 是缺乏的时候呢 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当我们的身体的铜 就是进食不足的时候呢 问题就会包括铁质的 铁质的贫血 那也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爆裂啦 骨质松疏啦 那个关节的问题啦 包括雷空湿关节炎啦 我们那个脑袋的干扰啦 会令到我们那个坏的 低浓度的胆固醇增加啦 也都会减低我们好的胆固醇的水平的 那也都会导致我们那个 那个心脏的不规则的跳动啦 也都会增加我们呢 感染的倾向的那 那就是呢 因为铜的不足呢 可以导致刚刚所说的很多这个问题的 那黑椒糖呢 其中一个成分呢 是铜是很足够的 好了 在情绪的低落的问题呢 我知道呢 B 杂呢 是可以减低我们那个心脏的 心跳那个问题啦 还有呢 我们那个情绪的波动啦 情绪低落啦 还有焦虑的 那个那个突白性的焦虑 还有呢 在黑椒糖呢 是帮助我们那个脱水的问题 还有因为我们那个所谓 中暑啦 即是 我们的热脱啦 那出现了我们的身体那个水分流失啦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补充水分的时候呢 我都要加上一些抗蜜盐 抗蜜汁才会好一点的 好了 消化问题啦 我们发现呢 有足够的资料看到呢 其实我们的黑椒糖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个胃呢 和那个消化那些那类的问题的 那么很多人可以看到呢 它是帮助我们的胃痛啦 帮助我们的胃那些溃养啦 亦都是帮助我们出现那些 所谓那些抢击的问题啦 和多方面的消化的毛病 包括便秘啦 和那个肚腹射这两方面的 好了 能量方面啦 我知道黑椒糖呢 是可以给我们呢 即是很快速呢 就是 吹谷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能量啦 那因为它的糖分啦 淀粉质啦 是可以很快呢 就将它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啦 那加上呢 我们那个这一类的炭水化合物呢 是身体呢 比较容易吸收一点的 那所以呢 可以这么说呢 就它 其他方面 就是因为它的铁汁丰富啦 那啊 那和呢 呢 那还咱呢 那它工认很多维他命B6啦 那那这些全部呢 是和我们身体的能量 那个生产能量 呢 是很大的关系的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呢 那是 那头发白发了 那就是头发变灰 那那 那原来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那个灰头发呢 是变回正常那个颜色的 那那有些人呢 就会用多少呢 每日呢 就吃一到两湯羹 比较多的处理白发或者灰发的问题 原因是哪里呢? 因为它那个高酮的成分 黑椒糖里面的酮的成分很高 这个就会帮助我们身体那种色素 生产 从而令到我们的头发变回有色素 我们发现有时候需要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只用两到三个星期 就已经开始头发变回黑 所以很简单,两三斤 香港现在很多人就用了很多染发粉 大家都知道染发粉有很多化学物质 虽然我们也有些 健康店有些叫哈拿粉,比较天然 但始终自己删除是好过要外面染下去 也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简单就试一试这个方法 两三个星期就已经看到颜色的改变 有些人会处理 因为纤维柳 又大量失血 黑椒糖原来可以帮助 这些出血性的纤维柳 减低纤维柳的尺寸 在心脏方面 我们发现黑椒糖 因为有供应很多 多种维他命矿物盐 帮助身体的心脏健康的需要 减低心脏病的发作 中风和心血管各方面的问题 这些矿物盐就是包括蜗、尾、铜、铐、鸽、鸽、和维他命B6 这些矿物盐 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处理那些血传 就是血传失的问题 减低我们中风的风险 减低我们的血压 以及对付一些所谓氧化的压力 以及严正 我们心血管类方面的严正 好了 另一方面就是个痴瘡 发现它可以减轻我们的痴瘡的痛和痕 那 黑椒糖在铁质方面 是固然一个铁质的很丰富的来源 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发现 就是那个失血过多 铁质不够 那很多时候医生就会叫他吃铁丸 但是我发现知道 就是铁丸本身就很容易导致你便秘 以及铁丸 你这样吃铁丸 其实很伤身体的肝脏 所以我们通常要求 就是尽量用一种天然的食物的方法 黑椒糖就有一种铁质的很好来源 当然有些人会喜欢吃肝 牛肝 牛肝肝 但是如果素食的人 其实他不喜欢吃牛肝 猪肝 不如就用黑椒糖 那原来发现 黑椒糖供应的铁质 是多于红肉的 原来他的卡路里都会低的 当然是完全没有脂肪的 所以看到黑椒糖 是可以加强你身体的能量 因为会补充血的储备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铁质的不足 导致那些疲雷 或者那个精神 因为贫血导致精力那方面的问题 这个就可以很简单解决的 好了用两方面也不多 只一个两茶匙 就可以是帮助我们身体的铁需要的 差不多是13.3% 就是两茶匙 已经有 可以供应到那么多的铁质 铁质 除了铁质 黑椒糖供应这个 这种抗氧化的铁质是很高的 铁质是帮助身体 对付那些游离基的破坏 对细胞和我们DNA 那个遗传 那个基因的破坏 我也都知道 因为铁质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能量的 生产足够的能量 因为它是电民质和蛋白质的方面 它也都会帮助我们 增加那个性荷尔蒙 亦都是一种 很好的抗氧化的酵素 大家都听过了 Super Oxide Dismutate SOD 市面上也有时候 就会买这些软 Super Oxide Dismutate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只是用那个黑椒糖 已经简单很多 亦都是一种很简单的食物 那个盲也都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身体受感染的问题 好了 在其他方面 经血的问题 经脊的问题 原来黑椒糖可以帮助我们 你调理我们那个月经的周期 减低我们经期症候群的症状 和那个 经痛这个方面的问题 也都当然了 如果你的经血过多 那个血液的流失 是帮助你快点康复的 好了 黑椒糖 黑椒糖 除了因为它是 一个 淀粉质 碳水化合物 加上很多的 和那个身体製造能量的 的 矿物盈 很多这方面的 矿物盈的供应 比如 铁 铛 铛 铜 所以对能量方面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了 卡椒糖本身 也是一个钙的来源 所以减低我们那个 预防我们的骨骑鬆缩 会增加我们的骨骑的浓度 好了 那么 甲 甲 可以帮助维持我们的身体 那个酸性酸减的平衡 帮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甲是其实在我们的心臓很重要的 好了 我们刚才说到 在化疗之后 身体出现很多的 很多的 问题 但如果我用那个电疗也好 其实 电疗也是做到很大的创伤 身体也都需要这些这样的 补血剂 来帮助我们 处理那个电疗做出来的问题 有很多的 副作用 电疗的副作用 通常会有 胃口的问题 贫血 头发脱落 累 恶心 嘔吐 体重 罩降 和 情绪低落 好了 在皮肤方面 我们发现 黑椒糖本身含有很多大量的强的 抗氧化剂 亦都会帮助我们的 增加我们的 皮肤的健康 抗氧化剂 减低我们的 皱纹 和 很多 和我们的 皮肤老化 提早老化的 那些问题 发现很多人发现 如果吃 黑椒糖 竟然可以帮助我们 治疗的 濕疹 牛皮 和 暗瘡 和很多其他方面的 皮肤问题 好了 睡眠方面 我们发现 黑椒糖里面含有那些 几种的 营养素 是和我们 改善睡眠有关的 比如 钙 尾 B6 这些 和葡萄糖的 水平比较高 会令到我们出现 Tryptophan的水平 会高 Tryptophan是一种蛋白质 是我们牛腹里面有一种成分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睡眠 所以一个高的葡萄糖 会帮助我们 提升 我们身体的 血清素 令到我们睡眠更加好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会因为 提升我们的 Tryptophan 和血清素 令到我们睡眠更加 更加好的 我刚才所说 黑椒糖 它是一种糖分 对不对 有些人就发现 因为平时很喜欢吃甜品的 但如果你吃 吃黑椒糖 是可以减低我们 吃甜品的需要 和我们想忍的 其实很简单 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 学习某些问题 背后是因为 我们身体的营养 不够 很多时候会吃很多东西 但好好的 这些东西 叫做空饭的卡路里 是没有营养的 身体感觉上好像不太足够 只要硬是不够 不够 你就薄味 吃薄味好吃 所以黑椒糖 是本身 可以减低我们 学食糖分 或者 食糖上瘾 这些方面 那些问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医食同源篇》 黑椒糖 刚才袁医生介绍了 原来黑椒糖有那么多食疗功效的 但是 我们经常都说不可以吃那么多糖的 那黑椒糖 是不是应该都要节制呢 糖疗病人能不能吃呢 那我们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那些糖 好像白糖 还有那些粟米糖漿 其实它本身可以这么说 只是有单纯的碳水化合物 而且它本身是没有什么营养的 那么很多人就会用那些 所谓的代糖 化学的代糖 比如Saccharine Espartane 这些 但是这些本身都是因为没有营养在 所以 就会在某个程度上 令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出现更多问题 那么黑椒糖呢 其实它那个甜度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最主要呢 是它本身的矿物盐呢 是会帮助我们身体 处理的糖分的 所以如果有些 有些糖尿病的人 就是当他自己有这个糖尿问题 那么他就喜欢吃些甜的东西 那么除了 就是我们都常常要不要吃那些 化学的那些糖 Saccharine Espartane 那么也有些人会用那个 那个 Steria 田谷 田谷精 那么 但是 黑椒糖呢 本身呢 它本身是 就是有些 真的有些 就是食物那种糖分那种味道的 所以这个是更加好的代替物 那么 所以呢 就是 如果你是要用那种 就是 健康一点的 那个 那个 甜味物质呢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用品 好了 那你先说回来 那么 就是糖分的问题 能不能吃这些东西呢 就令到我们那个 体重会有问题呢 那么 原来刚刚相反的 原来黑椒糖呢 它可以利用呢 是帮助我们减肥的 那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呢 因为我们 黑椒糖本身呢 是含有 会供应很多 矿物盐 还有 还有那个 维他命 会令到我们的身体 那个 能量 增进 但是它本身是 没有脂肪 还有其实卡路里 不是很多 所以用回这个 黑椒糖呢 反而是 有一种 减肥的 作用来的 袁医生啊 那我们应用黑椒糖的份量呢 是不是不同需要和目的 那个份量都不一样的 其实简单来说 譬如如果我们只是作为一种 钙或者铁的补充呢 那我们用法呢 大概每日 一两个茶匙 OK 但是如果要帮助我们睡眠呢 我们会 晨睡 晚上 就用一到两的汤匙 是 OK 如果要帮助我们 就是 黑白的 的用途 那我们每日 都用 大概用一到两的汤匙 那么多 原来黑椒糖有那么多应用的 除了可以当蜜糖 这样用之外呢 我手头上 有一个 美味饮品的食谱 我和大家分享的 那用一匙的黑椒糖 接着加一杯热水 然后你可以加一些 椰奶或者杏仁奶 接着加少许冰 接着用搅拌机打匀 那就会变成一个 好美味的 黑椒糖饮品 如果你想它更加香滑的话呢 还可以加一只香椒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